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马太福音第25章 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14到30节 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 而且是跟前一个比喻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前一个比喻是什么 前一个比喻耶稣是讲了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他说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在等新娘的到来 关于这个的比喻我们在上一次的灵修视频当中 其实有讲过 以后我再把那个的连接放在我们的留言那边 大家可以去找回旧的留言来去 旧的这个视频来去看一看 我们看到第一个的比喻讲到十个童女 也是说天国好像这十个童女 那么等新郎的到来 第二个比喻就讲到天国又好像 我们看到又好像就是有一个连接了 又好像一个人 一个主人要出外远行 去了一段的时间 不懂什么时候要来 要回来 然后就按着财干呢 他就把他的仆人 三个仆人叫过来 然后按着财干给他们的钱财做管理 第一个5000个银子 第二个2000个银子 第三个就1000个银子 让他们来去管理这一些 这原文是五个他连得 两个他连得 跟一个他连得 他连得是一个他连得 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不少的数目 因此我们看到 这其实不是一个仆人 一般上能够手上拥有的一笔的钱 五个他连得更是不得了 因此这一些的主人是信任这三个仆人 虽然三个仆人的财干不一样 圣经说按着财干 五千的 两千的 一千的 虽然财干不一样 但是主人都信任他们 就把这一些的财富交给他们去处理 我们先来观察到第一样的事情 这两个比喻其实都暗示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一段的时间 将要回来 而回来的时候 这一些的人信徒有没有做好准备 第一个比喻是那个十个童女要准备等新郎的来到 第二个比喻 讲到这个主人交代的事情 这些的仆人有没有忠心的去完成它 然后等主人的回来 如果我们还记得 昨天的经文第24章 就谈到末后的日子 主再来的这个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看到24章到25章 一起呵成的这一种的年贯下来 他的narrative 他的叙事 是有这一方面的年贯的 那么 经文给我们看到 主人他离开了一段的时间 仆人他们就去做工 5千的赚了5千 2千的赚了2千 而第三个 1千的 就把那个银子埋在土地当中 然后就等 等主人回来 那主人回来过后 就要跟他们结账 算账 第一个 给了5千的 赚了另外5千 把1万带到主人的面前 第二个 拿了2千 赚了2千 拿了4千 来到主人的面前 那主人对这两个人的评语 其实都一样 不因为第一个赚的比较多 第二个赚的比较少 那其实如果从percentage来看 是一样 对不对 那主耶稣给这两个人的评语都一样 提到三样事情 第一个 他们都是善良又忠心的人 善良指的是他们的品格 可能指他们的忠诚 指着他们的诚实 那么忠心就指着他们的 对事情交代的这种的责任感 善良又忠心 这是第一样 然后第二 主人就说 要派他们管理更多的事 因为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忠心 这个少样的事情当中忠心 那我看来说了 5千 或者5个贪恋的 或者2个贪恋的都不是少样的 对一个一般的仆人来讲 他们并不容易一下子能够管理 这样多的钱财 但是对主人来讲 这是少样的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哇 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责任 很多的托福 很多的事工 但是可能在上帝的国里面 这是少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上帝主耶稣对这两个人这样 这个主人对他们说 他们在少样的事情当中忠心 要派他们去管理更多的事 第一个 称赞他们的品格 善良又忠心 第二 称赞他们 要把他们信任他们 然后要把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责任 第三 他们可以来分享主人的快乐 三样的成果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仆人 我想是很值得 心里面是很高兴的 因为给主人称赞我们 主人看见我们的付出 主人看见我们的努力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没有人认识 或者欣赏我们 牧师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的事奉 教会领袖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的事奉 弟兄姐妹如果是真的非常抱歉 但是主人 那真正的主人 主耶稣他看见 而且他会称赞 会在这一个日子的时候 那一个日子的时候 来称赞你跟我 善良又忠心 而且愿意信任我们 而且他会让我们分享他的喜悦 我想这是作为侍奉的人来讲 一件最愉快的事 被天赋 被上帝欣赏 然后 有机会为主承担更多的责任 弟兄姐妹 承担更多的责任是一种的信任 而不是一种剥削 千万不要这样子来看 然后第三 我们能够分享 事奉中的喜乐 那镜头一转 就提到那个第三个仆人 那个领受一千的 那主人离开那段的时间 他什么都不做 他只是挖了一个洞 把一千银子埋在里头 就够了 收当 对他来讲 少做就少错 不做就不错 所以他肯定不会错 埋在里头 那么主人回来的时候 他把一千 交回到主人的手上的时候 他还先责备这个主人 他说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 因此我就很小心 我是小心 我不是懒惰 我不是不做事 我是很小心 把东西藏起来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所以我肯定不会错 所以剩下一千 交回到主人的手上 主人说 你这个又饿 又懒惰 比较善良 又忠心 又饿 又懒惰 饿 他的品格 懒惰 他那种不忠于 托付给他的工作 主人托付的是什么工作呢 主人托付的工作是管理 管理恩赐 管理这一个的资源 是管理 让资源发挥他的影响力 发挥他的能量 但是这个仆人做的是什么呢 是收藏 东西收藏 他当然不会不见 如果没有小偷的话 就不会不见 但是他也不会发挥 他的影响力 不会发挥他的能量 主人要的是管理 是善用 而不是收藏 对方姐妹今天 我们的侍奉 或者是我们的侍工 我们的教会 是哪一类型的 我们是收藏的 把东西都藏起来 存款越收越多更好 还是我们愿意为的事工 为了服事 为了侍奉的缘故 我们愿意在我们的budget里面 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推动的工作上 来去冒险 来去管理 管理这些资源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当我们愿意走出去 我们看到神的供应 那是不少的 我们看到神的应许 那是不落空的 对方姐妹 这一个又恶又懒的 就是收藏 而不善用 而不管理 结果 主耶稣要责备他 把他那一千的拿过来 交给那一万的 对他说 凡有的要嫁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有的也夺过来 然后这个人就要咬牙切齿 留在外面的黑暗 咬牙切齿 这也跟前一个比喻 是有这个的相关 对方姐妹 我想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 被这个比喻来提醒 我们其实都领受 从神的来的恩典 主耶稣要再来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有没有忠于 我们是他仆人的 这一个身份 忠心于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资源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是的 我们要忠心于主耶稣的托付 帮助我们 有勇气 去好好的忠心 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让他发挥的更多 让更多人得到祝福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